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沛恩主持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欢喜自在 直播室里面有我杨沛恩和我的拍档是王偉的 王偉你好 菲地施姐好 大家好 大家听到王偉在这里都相信知道我们今天是联播节目了 如果联播节目的话 你就要点去三个W.FGS.ca 听听心灵花圆的节目 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室里面就是有贵宾嫁道 就是来自总本山的苗光法师 我们首先跟法师打个招呼 苗光法师 阿弥陀佛 大家好 哇 语对答 所以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用广东话说 没问题 你讲我听 我们有法师说 我会讲 不过不会听 我是听我不是说 不好意思 这句话学得跟美晶士众很像 我现在就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苗光法师 苗光法师他很小时从台湾移民去澳洲说理 在澳洲南威尔士大学毕业了之后 在佛光大学中教系的石士 声闻大师随试英文翻译 亦都是人间佛教研究院的研究员 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的负责人 就是佛光大辞典英文版翻译的总教职人 在南华大学研究所 菲律宾光明大学兼任助理教授 我们这么严肃的介绍之后 我们就要向师傅请法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 关于师傅的专业 那个专业问题我就想师傅告诉我们 在多伦多有兴趣参加这个翻译工程的 比如说国语翻译粤语啊 或者是翻译英文啊 这当中有一些什么的 这个要参与的人 要有一些什么的quality 素质 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 才可以参与翻译的 佛光山非常需要外语翻译人才 那你说什么人有条件 你只要肯发心就有条件 我当时也没有发心 我还是有条件 所以表示非常的需要 那当然就是我们看的是这个语言条件 你一定要懂两种语言 你才能够担任翻译的工作 那我想第二个条件应该就是 你对佛法的热忱 你对佛法一旦有热忱 你肯发心的话 那我想接下来 关于翻译这些技巧啊 知识等等的问题 你都会找到力量去解决 是 那师傅呢 就是说其实很简单 第一要发心 第二要有个语言能力 第三对佛法也都要了解 那我又说 刚才师傅很客气 他就说他当时没有发心 但他都有那个机会 做到翻译的工作 意外 意外发生了原来 这个意外我们都很羡慕 这个是非常好的意外 对美好的意外 那我想把师傅的回忆 带到很多年前 你第一次为大师做翻译的时候 您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而且当时是一个什么场合的一个翻译 好的 我记得第一次应该是1998年 在这个世界佛教徒友谊会 把他整个活动搬到澳洲来办的时候呢 那那一次大师来 他其实身体也不是很好 对那所以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 那所以本来是满千法是不太放心 他其实也不太放心 他知道我会吐锤 然后他就还是找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师姐 但是这个年纪大的这个师姐呢 他就觉得应该要让年轻人来做 对 所以到了最后一刻他说 啊还是你来好了 啊我想 Oh my Buddha 我的佛啊 竟然在最后一刻 对所以竟然最后一刻麦克风拿给我的时候 然后大师讲完的时候 我是带着颤抖的声音 然后呢 有一点断断续续的去翻译完 其实那个时候只有差不多五六分钟的这个翻译 那听说下去呢 大师有小小的了解一下说 今天的翻译是谁 当他一问的时候就是说 怎么这么糟糕 这样子 那法师们也都没有告诉我 那是后来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 是因为大概开始做翻译的第二年 然后我就提到这是我第一次经验 然后我还没讲完就有一个法师说 哦那个人就是你哦 对 那时候你那时候很糟糕吗 他就不讲话了 通常人家不讲话你就知道 嗯对 明白了 所以第一次其实是还蛮错愕的 我想我真的不是一个有天赋有条件的 那真的都是在常驻大众一路的鼓励跟包容的这个情况下 走过来才慢慢让自己的条件具足 可以用这个自己的语言为佛教有一点贡献 当然每一样事每一个人做事都有个开头 原来妙光法师开头都不是很顺利的 他就当时就因为有一位比较年纪大的师姐 就是说不过都是给年轻人上去 好似我们现在都是这样想的 那当时就是给了这一位年轻的妙光法师上去为大师 在1998年在澳洲举办的世界大会的友谊会这样的场合 当时那位就是你 他自己都很明白当时的成绩都是一样的 对呀真的 不过刚刚听完这个妙光法师讲了这么有趣的事情 我倒想很好奇 因为我毕竟来讲我的语言天分不是这么的好 不过我倒想请教妙光法师说 在这个佛教就是您翻译的这些里面 有哪一些是佛教名词你觉得翻译起来 用英文来讲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很巧妙的 有哪一些 非常的有特色 没难度的对妙光法师 难度很高的 比方说我们常常讲到有一个很有趣的残门公案 就是这一个禅师被一个皇帝去逼迫 说我把你关在这个房间 你如果明天三天内不开悟 这个宝剑就砍下去 对那第三天之后这个禅师就喊着说 宝剑拿来宝剑拿来 我要我开悟了 然后皇帝就问他说你开悟开悟什么 他就说我终于明白了 石骨原来是女人做的 那那个时候我就想 那这个英文怎么翻译 对怎么翻译 那所以后来呢 我就想到一个很巧妙 Oh I realize my auntie is actually a woman 然后呢 现场的美国青年就全部大笑 那我知道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当我们自意没有办法直接翻译的时候 我们就在意义上做一点巧妙的处理 那还是他们懂得那个当中的背后的意义 没错 毕竟笑话还是要本土话 是 他们才会笑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王伟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问法师 就是说其实你在翻译当中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效果 刚才我相信如果大家听得懂 提到妙光法师在说 他翻译当中有很多机会 就要講這些公案 蕎絲的公案 有一個就是說 蕎絲開誤了就發現原來師姑是女人 但如果你說就是這樣翻譯給西方人士聽 西方人士都不會笑的 但當時她就說 原來伯母就是女人 全部都很本土化 令到本地的人都哈哈打笑 效果已經到了 那師傅還有就是說 您跟大師這麼接近 有什麼地方 就是說跟大師相處的時候 你有什麼地方看到大師在你心目當中 是完全跟你想像的是不一樣的 其實在很多時候 我其實很自然的也會把師傅想得很高很遠 那他就會在這個時候呢 適當的把我們拉回線型 那其中這個例子就是在2001年的時候 我們到馬來西亞 就是這個國際青年會議 那當時是住在旅館裡面 那基本上我的工作 並不需要做師傅的一波試者 所以沒有什麼機會需要進到他的療房 那但是有一天早上呢 我們就發現 怎麼我們到了師傅的房間外面等候 要接他一起去用早餐的時候 他的房間門是開了一半的 然後人不知道在哪裡 那所以呢 我們就想 我們就喊了嘛 兩聲 師傅 師傅 你有沒有在裡面 然後也沒有聲音 所以呢 試著走在我前面就走進去 走在房間在那裡探嘛 都沒看到 對不對 整個都是空的 那我就走在後面呢 我一回頭呢 大師站在門後面呢 他就手放在嘴巴上就跟我比了這個動作 他就一直笑 一直笑 一直笑 他很調皮 不要出聲音 然後他自己就笑得很開心 那我那時候是第一次見到 就是大師這麼調皮 這麼可愛的地方 所以我會發現在嚴格當中 他有時候呢 他也有這個赤子之心 他也是可以很幽默的 跟我們就是這一些開一點小玩笑 對 很可愛 很有趣 那我一定要翻譯給聽眾來聽一下 那我問師傅呢 有沒有看到一些師傅的大師的現象呢 就是跟你想像當中有點不一樣 師傅又說 在2001年的時候 就是有個國際大會 連青年大會 大家就在飯店裡 旅店裡居住 有一早早大家 會合大師去吃早餐 誰知道 一到大師的房門半開 進去不見人 大家都快點 大師去了哪裡呢 突然間 妙光師傅看到大師在門後站著 叫他們不要出聲 故意找他們繼續找 原來都是很有同心的大師 在這個生活的衣食住行當中 我相信是妙光法師有很多機會 看到大師的一些點滴 我想在這裡也請教師傅 大師在生活當中的很多 他對自己的要求是怎樣的 他一天的生活或者平常的生活 他對自己的要求是怎樣的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師傅他的生活很簡單 那我會發現從我出家 真是其實我相信更早 大師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在他的法堂裡面 只有一張椭圓形的大桌子 還是綠色的那一張 有印象對不對 就是那一張 到現在還是那一張 那一張上面從來都沒有抽屜 那他從來也沒有個人的東西 所以大師他提到他這一生從來沒有買過東西 他從來也沒有為自己花過一毛錢 那我想這個是他對自己最嚴厲的一個地方 對他我提到 大師提到出家人弘揚佛法應該就是 犧牲享受 享受犧牲 對這一點呢 我們其實確實看得很清楚 就是師傅對於物質呢 從來沒有任何的要求 那甚至孝順的徒弟呢 會買一些比較好的東西給他 比方說有一次 買一個比較好一點的手錶 那大師他就會把這個送給徒弟 比方說在讀書的徒弟啊 到國外去他需要他就會把他送給他 他從來不把好的東西留給自己 對所以我覺得在物質節減的這一塊呢 我們常常會看到他是這樣子 那第一個就是時間的限制 時間的這個遵守時間 在我有一季以來 大師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場講座 會面或者是任何公開的活動呢 遲到過半分鐘都沒有遲到 永遠都是準時開始 好那你說他怎麼時間抓得這麼準 對有一次晚上我們要到西來大學去講座 七點半開始應該講是六點出發就可以 突然那他那天堅持一定要五點二十分出發 然後我們跟他講他都不聽他就上車了 就弄好啊只好上車 結果呢遇到塞車 啊你看啊 抵達的時候剛好七點二十分 是喔 所以我沒有辦法說明 但是大師對這個時間他真的是嚴格要求的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非常需要學習的地方 嗯 嗯 哇那就是妙光法師遇到 看到青雲大師的衣食住行的機會太多了 就舉了兩個例子呢 就是說大師生活非常之責儉 嗯 那他呢就是他的法堂裡面呢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名貴的 那張綠色的桌圓形的桌 他仍然現在幾十年都是那張 那另外呢就是說大師鼓勵大家途中呢 要犧牲享受 享受犧牲 那另外呢就是守時 就是說所有的演講 所有的教學 他從來都不會遲到 有一次去西來寺去講學 就是大家覺得呢 就幾點鐘出發都應該可以了 但大師突然說要提早 誰不知當日真的遇到塞車 也都是可以如是到達這個地方 所以呢大師真的在生活當中呢 我相信做了一個身教 他在我們生活當中做了很多身教 他用不著用太多語言來教導 但是你們看到了就學到了 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是的在這裡我們稍微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呢 我們就繼續在苗光法師身上 請法也都要請教很多呢 在翻譯當中我們要注意的東西 大家不要走開 請教學小誓 我們幾乎你 可以找到生活的地方 好嗎 可真是 星雲大師開創了多倫多佛光山 位於密西沙加市6525Milk Creek Drive 查詢電話請洽905-814-0465 905-814-0465 我們再次歡迎 歡迎聽眾朋友回來 今天的歡喜自在 直播室內有我楊佩欣和王偉 還有我們有妙光法師師傅 阿彌陀佛 王偉我剛剛在我們休息的時候 你好像有個非常好的問題 那我給你問 好嗎 謝謝 剛剛跟妙光師傅有請教說 因為剛剛我們在錄音之前 也感受到說 妙光師傅特別重視我們年輕朋友 也跟他們開的事 那所以想問妙光師傅說 那因為你也是年輕的時候就出家嘛 那相信你對年輕人也是非常的關懷哦 那妙光師傅可不可以講一講說 你對現在的年輕人 尤其是像我們這樣 比如說從自己的國家 移民到一個新的國家來講 萬一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給他們一些意見 或是什麼一個方向 給我們的青年朋友們 好的 離鄉背景 特別只是留學的青年呢 跟移民的青年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因為沒有家人去關照他們 我當時移民至少母親還帶著我跟哥哥姐姐 每天照顧我們的三餐 那但是如果你留學的話 你自己一個人在外面 生病了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呢其實三餐就是有一餐每一餐的這樣子吃 那所以我看著他們 我尤其是這一些會來到多倫多佛光森道場的人呢 我會覺得你們很有福報 因為你知道來到一個地方呢 其實最重要的不只是學業 而是你怎麼樣找到你的歸屬感 我們說A sense of belonging或是community 對那到這個寺院呢 也就是我當時感受到的那種溫暖 就是你走進來 第一個我們講一樣的語言 好吃的類似的食物 然後有著相同的信仰 然後呢還有一群法師會關照我們 所以我在想年輕人 希望大家能夠珍惜這種 跟家人跟朋友在一起的感情 還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但是更重要的呢 我們來到海外 其實在海外呢 有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就是你感受到你的孤單 你的迷惘 對還有你的痛苦 但是當我們再回頭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一些 對我們來說都是最好的養分 所以我的第一個建議就是 我們的青年朋友們 不要害怕這一些感覺的生起 跟他共存 你接受他你會發現 你的心會更加的堅強 那第二個我相信我們現在是一個 活在地球村的世界 現在年輕人都比我們好很多了 以前寄一封信 寄三個禮拜還沒有回音 可能更早對不對 然後後來好一點有傳真 但是現在是LINE啊 WeChat隨便一傳 然後靈鳥之內就傳回來了 所以你不會孤單 對那不會孤單之後 青年們不要忘記你來到海外的目的 不要因為這個國家太美 風景太好了 忘記看你的書 只看風景 然後談戀愛 談得太快了 忘記要完成你的學業 所以年輕人 在這麼優渥的這樣一個條件之下 你還是不要忘記自己 那大老遠 甚至父母親花這麼多錢 把你送到海外來 希望你能夠達成的什麼目標 那我就聽過 在四年的 當成六年的 那個醫學院讀 讀到後來是 父親飛過來 坐在他旁邊 押著他讀書 然後讓他寫完最後一篇報告 那我聽了我就很心疼 因為各位 好好地珍惜你的福報 當你總得感恩 當你總得懂得惜福 我相信你任何的困難 你都能夠迎刃而解 嗯 哇 真的非常謝謝這個 是的 剛剛黃偉文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妙光法師 也是很年輕的出家 他對於 他這次來我們多倫多 也都見到我們的佛青 對佛青就有很多叮靈 很多關懷 剛剛的問題 就是想 我們妙光法師 再次是怎樣 對年輕人 說幾句說話 令到他們 就更加 知道自己的責任 那師傅呢 就是說 大家 你做留學生的話 都是離鄉別井 他自己說 就是比較他幸運 當時有媽媽在旁邊照顧 但是很多留學生 他是爸爸媽媽用錢送了他過來 是沒有人在身邊 如果他當時有些孤單的感覺 其實不要害怕這些 也不要沮喪這些 就是要跟他共存 而且也要珍惜他如果有機會來到佛光山 我們這裡有法師照顧他 有一些義工師姐師兄照顧他 在這裡他也要珍惜這個恩怨 也不要絕對忘記就是他爸爸媽媽送他出來留學的初心的目標 或者是他自己懷疑要出來讀書的那種鴨好符 如果你是這樣的 你也會有一個有用的青年 講到這裡 非常多謝師傅對我們年輕人 我們聽眾方面也有很多年輕聽眾 希望大家在這個這麼寶貴的金石良研 能夠用得到生活當中 在這裡我想問一個翻譯的問題 師傅就是說 我個人來講 有時候在法會當中幫師傅做一些 從國語翻到粵語的這個翻譯的工作 有的時候我們又要聽又要同時 simultaneously這樣去同步的去翻譯 有的時候我絕對沒錯 我做完了每一次的翻譯我都很沮喪的 因為我就覺得我漏了很多師傅的發寶 沒把它傳送到我們的用耳機的那些聽眾方面 因為我一面聽一面就漏了很多 就是說怎麼保留越多師傅講的那些話 然後我可以很自在地這樣傳達出去 有什麼技巧嗎 廣東話跟英文翻譯剛剛提到它比較不一樣 就是你幾乎是要逐字翻嘛 對實際上我更是欣賞我們做廣東話翻譯的這些菩萨 因為你的記憶力要很好 但是你發現記憶力其實當中隨之而來的是你的禪定力 所以其實定力呢 對一個翻譯來講會非常重要 甚至有一次法師就跟我說 我發現你在翻譯的時候呢好像是進入一種甚深的禪定 那那個甚深的禪定是你忘記了周圍的聲音 你心中的所緣鏡只有這個主講人的聲音跟他說法的內容 對 那我就發現在這個六根互用的過程當中 我們通常浪費了太多的精力在緊張在懊悔在慌張 啊怎麼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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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想三個怎麼辦的時候你就可以聽一句話了 對所以定力的部分我想可以透過我們平常禪修的這一個練習呢來加強 那你會發現你的集中力更好的時候 你的腦袋處理這些文字可以更快 對 那第二個我在想的應該是理解力 當我們理解理解一樣東西的時候並不是像圖像式的記憶 你講九個字我就記九個字 而是你可能你從每一段的第一個字呢 它會產生一種提示性的效用 所以變成比方說我們在記千字文對不對 一千個字你實際上大概只要記差不多三十個字 那我相信廣東話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你一句話一句話 因為你其實很熟悉助詞的講話的方式嘛 基本上你記第一個字 後面你大概就會想起要講什麼 所以我們怎麼樣減輕自己記憶力的這一個負擔 對我年紀也不太大也不太小 我可以感受到我的記憶力慢慢在退化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來生存繼續生存 那我就發現這一種記憶的方式 邏輯式的記憶方式 或是提示性的記憶方式 我相信對英文跟廣東話的這個翻譯 這個工作菩薩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您不妨試試看 好 謝謝師傅 那我問到就是說 我相信我們聽眾朋友 尤其是佛光人 有很多也有參與這些法會 開會 活動方面的翻譯 那我就說 很多時候很失落 因為沒有辦法將師傅開示的內容 全部百分之一百 傳遞給我們的聽眾 那師傅教我們 就是說定力很重要 定力很重要 在平時的閒修裡面 可以增加我們的定力 另外呢 是對那個理解 對那個內容的理解力也都很重要 當然我相信平常我們要看很多書 去學習那個佛法 了解我們師傅平常講話 一般都會用哪一些這些公案 或者是一些經典故事 是 是 沒錯 講到這些這樣的師傅講話的習慣 還有呢 最重要就是提升我們的記憶 當然就是說 如果是有一些正規的訓練 當中是有些技巧可以去學習 這些就真的是挖不完的寶 那就我們在多倫多也是有一個團隊 在這個參與 我們這個佛光大詞典的這個翻譯 那當然對於我們本土化 也是因為中義英的在本地來講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是的 因為我們也有英文峰會 也有英文的這個活動來舉辦 也是跟很多本土的單位機構 是的 有合辦的一些活動 絕對需要很多本土的人士來參與 那他們如果有一個翻譯的話 就不會變成籠子這樣子 是的 那有錯 很重要的 所以呢就是說 對那個英 對中義英或者英義中方面 師傅有什麼提示 就是說這一些的人才 應該是怎麼樣去培訓自己 怎麼樣的培訓啊 我們昨天 Helen 我們的小Helen 她就提到 就很簡單就是三個字 Just do it 那 但是我其實 我有在觀察大家的條件 當我們是中翻音的話 最好是找到一個英文比中文好的人 也就是說這個 target language 是要你比較強的語言 這樣你在表達上才不會有問題 那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我叫我做英翻中的話 以前的我那個英翻中 可能會非常非常的淒慘 因為我的中文就完完全全的 就是非常的 到這是everywhere這樣子 對那所以變成英翻中的話 最好就是比方說 聽得懂英文 然後但是中文是母語的人 那另外一個就是 聽得懂中文 但是英文是母語的人 用盡量是這樣的人才 那我想在語言的能力上 我們就不用掛念 我們只需要想辦法 幫助這些他們 加強這個佛學上的一個知識 那這樣就會更快 嗯 所以是是是是 苗光法師在講這個 我順便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關於現在這個苗光法師 在專注這個佛光大字典的一個翻譯 那在文字上的翻譯 比如說它是大詞典的翻譯 跟平常做這個 像大師在翻口譯的翻譯 其實最大的差別在什麼地方呢 最大的差別就是 口譯講完就忘記了 他只記得你講得很好這樣子 那比意的話是一旦你翻了 然後印出來它就是一輩子的 對那一輩子就是說 你必須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考驗 對可能在接下來十年十五年 你只要這本書存在 就會有人來挑戰你 或是有人來批評你 對那我相信翻譯 是一個很主觀的一個工作 不論你翻成怎麼樣 別人永遠認為 它的翻譯是更好的 對那我想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那但是我自己在這個 將近二十年來的這個翻譯經驗 其實我也是到了今年 我才對自己的翻譯 比較有一種滿意的感覺 嗯 以前拿出來我都會覺得 這個不行 就是拿出來看一千遍 結果推翻一千零一遍 有一個是在一瞬間推翻兩次 對那最近我會有一個 比較安定的感覺 那我發現為什麼安定 因為我願意把心打開 接受別人的意見 是 所以在我這個筆印刷之前 我會拿給很多就是看不懂中文 的英語人士 我會說你幫我看 然後你想怎麼改 你告訴我 那我們就他改的過程當中 我會跟他說明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我想保留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 我覺得你很好 那也就是說我終於發現 翻譯不是一個人做的 翻譯是團隊做的 對 好我們在節目的尾聲 我有一個問題 想希望師父不要介意我問這個問題 好像很可怕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近來我們知道我們大師 雖然他的健康啊 不是這麼理想 但是他這種對我們 中國大陸國內的那個同胞 也是非常的關心 他就身體 即管他做個手術什麼 他還是在 來來去去的 在中國大陸跟台灣的兩邊走 那國內的語言是中文呢 那師父你不是好像要失業了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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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從十年前就開始擔心了 對我就突然發現 欸以前是一年跑三次美國 到了變成三年一次都沒有 那我就開始在思考說 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對我總不能跟著師父去大陸 中文翻中文吧 嘿我會被保全架出去 然後擋在門外 對那所以 那時候我正在想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提出這個問題 因為講得好像師父 就不需要我做翻譯 就有一天他突然就看著我 他就說你到菲律賓去做英文演講啊 你去新加坡啊 我說師父可是我經驗不夠 我佛學也不夠 他就指著他一整櫃的說說 那些全部你都可以拿去用 你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好這些我的法都是你可以用的 所以那一次其實大師就突然給我 開啟了一個比較特別的因緣 就是欸原來我除了翻譯 我還可以試著講說 那講說以外呢 又增加了一個 我大概七年前開始負責這個 國際青年生命禪學營的這個責任 那每一年呢 就是一千兩百多位青年來自於世界各地 所以突然從只要做翻譯到 我必須要去做一個一千兩百人活動的行政 然後活動 交通 總務 時數等等的 那但是因為這樣子 我就發現我跨出去之後 我的音緣反而變得更開闊 對比我七年前只做翻譯到現在呢 認識的人更多 給我的機會更多 我想我如果沒有那個時候的歷練 我今天應該不會到多倫多來 因為我不會學習所謂節緣的重要性 嗯 那我剛剛就問一個問題 雖然時間差不多 但是我都要做一下翻譯一下 就是說 現在近年呢 星雲大師雖然年紀很大 但是他對我們中國同胞裡面呢 也都非常之關心 他怎樣辛苦呢 他都會台灣中國大陸兩邊走 那國內的語言是中文 我說你慣常和大師是從中營逆英的 那你是不是就是沒有工作做呢 那原來呢 就是大師都有很好的安排 就說 咦 苗光法師 你可以去菲律賓做講學 你可以去新加坡做演講 那你也都可以參加很多 那近年呢 苗光法師已經參與了很多行政的工作 根本也都 畢竟佛光大支點也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要在完成中 沒有錯 沒有錯 那計畫是三年是嗎 三年把初稿完成 對這個要講清楚 初稿完成 初稿完成 哇真的時間不夠 但是呢 也是我們要非常非常的感謝 妙光法師在百忙 尊重在多倫多 讓我們這麼多個節目都有機會 向師父請法 非常歡喜 謝謝 謝謝妙光法師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 always welcome 謝謝 謝謝 我希望我的福報夠 我要回去好好存好福報 才能夠再回到這個人天的世界 再來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福報多一點 能夠多一點 請妙光法師來多倫多 好 我們再一次多謝妙光法師 謝謝妙光師傅 謝謝美妮 如果想重溫今天的節目 可以上網 www.fgs.ca 如果要查詢也可以打電話來 905-814-0465 多謝師傅 更加多謝聽眾朋友收聽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謝謝再見 感謝余事我聞佛光文教音樂提供